王冠逸的粽子节 哈喽 大家好 首先要祝大家动物节快乐 那我今天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刚才已经买了 在新加坡能够买得到的 六种不同的粽子 那就试吃一下 然后给个评价吧 开动咯 首先要试的是这个蓝叶羊耳粽 看一下它好不好吃 其实我没有吃过羊耳粽 我不知道跟其他的粽子有什么分别 挺好吃的 它口感不会太黏 肉的味道很 很重 不过其实我不太 我不太吃得出它跟其他的粽子有什么分别 不过我大致上来就我觉得挺好吃的 蓝叶羊耳粽呢 蓝叶羊耳粽呢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其他的照片 它的粽子呢其实有点蓝色的 可是这个没有 它们用的是不一样的蓝叶 太多 肉大上我觉得可能 如果满分是 嗯 五分的话呢 这个可以给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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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吃的 不过我觉得跟我连次吃的粽子 没有太大的 三分吧 这一个呢是白梅豆香菇粽 說實話,什麼是白莓豆?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種豆類是吧 先吃一下,有什麼分別 這個粽比起剛才那個粽子呢 剛才那個粽子比較白嘛 這個就顏色比較深 可能是因為有香菇的關係 這個粽子跟剛才那個粽子呢 分別是挺大的 它這個粽子呢 黏太多了,它的糯米比較黏耶 黏好多 很黏,牙齒 不過 我覺得味道呢 這個粽子呢 卻比剛才那個蘭麵粱粽呢 來的淡 它這個是沒有肉的嗎 哇,這是沒肉的耶 它裡面就是那個白莓豆跟香菇而已 所以怪不得它的味道可能比較淡一些吧 這個我沒有很喜歡吃 因為我覺得它口感太黏了 可能我比較喜歡中口味的 所以這個白莓豆 然後香菇粽呢 我就給兩分 試吃的呢 也是一個娘惹粽 不過這個有加辣蝦米 所以叫娘惹粽加辣蝦米 跟我們剛才第一個吃的那個蘭葉娘惹粽的 顏色感覺很相似的 就是白白的 其實跟剛才第一個的味道 沒有太大的分別 不過它因為 可能加了辣蝦米 它的那個肉的口感會可能粗一些 有一點微辣的感覺 嗯 哇,這個挺難大分的 就是我挺喜歡它微辣的感覺 可是我不喜歡它的肉的口感 嗯 那可能我就跟第一個一樣吧 五顆星滿分 OK 三顆星 第四個要試吃的粽子 叫做 潮州雙拼肉粽 聽起來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雙拼肉 然後是豬肉跟雞肉 我試一下 嗯 你馬上就可以吃到分別了 它這個的肉呢 比起那個楊惹粽的肉 嗯 比較厚實吧 比較大塊 就是你咬下去 它口感比較 比較實 看一下裡面還有 它其實就只有 欸 這個裡面 有沒有看到嗎 這個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過好像是 就是 好像是豆沙 所以它這個是有豬肉 雞肉合法 豆沙的口感 挺特別的欸 這個口感 就是你可以咬到肉 然後 可是它裡面有一點像那個 豆沙的那種 像薯泥的那種 質感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 我應該最喜歡吃的是這個 然後 然後 牛肉粽 然後 牛肉粽 四個性 第五個要試的粽子 叫鹼水粽 那 其實鹼水粽我小時候有吃過了 嗯 就是 它裡面是沒有餡的 不過 好像也是有另外一個版本是有餡的 其實你怎麼知道這是鹼水粽呢 因為它的顏色是 比較偏黃 而且它是會比其他的粽子 小 然後 嗯 我們怎麼吃呢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會沾那個白砂糖 沾白砂糖吃 我們都會這麼吃的 好 試一下這個 白砂糖 嗯 嗯 這個就是小時候的味道 好好吃喔 它 它對我來說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甜點 可能放了白砂糖嘛 不過它的那個糯米的味道 真的非常不一樣 就讓我想覺醒早時候 我媽會準備給我吃的粽子 可能早上起來 早餐就會吃一粒這種鹼水粽 這當中是早餐 好喜歡啊 可能是因為 可是因為有一些回憶的關係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粽子 一定可以給四顆星 好 最後一個粽子咯 這個粽子呢 其實是 我在一個新加坡非常出名的粽子店 它的粽子呢 如果你就這樣冒冒然的去店裡買的話 是買不到的 一定要這樣網上店 然後去買 因為太多太多人買 尤其是在段午節的時候 那它是潮州蛋黃肉粽 雖然很出名 不過坦白說 這是我第一次吃 好不好吃 就看一下吧 好好吃喔 哇 這個粽子呢 跟其他的五個粽子呢 真的差別好大 它這個的味道 嗯 很香 很足 然後 我現在吃到了肉 還有吃到了香菇 它的香菇感覺有點像 像 一種黃油的感覺 它的味道很香 然後 我看到它裡面 還有 就是有蛋黃 還有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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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我感覺就是它的那個料和餡很足 怪不得它那麼紅那麼黃 才棒啊 哇這應該買多幾個耶 這早知道買多幾個 難得我才買了兩個 應該買那個十個吧 送給人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 肯定值我的五顆星 滿分 試吃完畢 哇 今天真的是大包口服吃了六種不同的粽子 真的是 就是 也算是大開影界吧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原來粽子有那麼多的種類 然後我們在這裡 新加坡都能夠 買得到 我以前一直以為粽子是 就大同小異的 就是口感啊 味道啊 什麼的樣子 都大同小異 可是我今天真正的去看的時候 我才發現 粽子裡面有這麼多不同的種類 那我 試了那麼多 最喜歡的肯定是那個 我給五顆星的那個 潮州鹹蛋肉粽 它是我在一個 非常難買到的一個粽子的 很紅的一家店去買 那個真的是 名不虛傳吧 太好吃了 五顆星 在這裡呢 再祝大家 當午節快樂 下次見囉